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嗯 臭小子 整天除了欺负你妹妹还会干什么呀 就是 芝芝 第一天实习怎么样 我今天第一天实习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公司的同事 对我也特别地好 而且这些工作 没有我想象中这么枯燥 还蛮有意思的 我今天第一天实习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我这知道你会早到 我没迟到吧 没有 带了什么 看一下 什么 送给你的 我们芝芝第一天上班辛苦了 向日葵 喜欢 为什么 向日葵 就是希望你新的工作 天天向上 喜欢 那就 走吧 饿了吧 没有 是不是 好吃吗 真不错 今天第一天工作 开心吗 累不累啊 他们安排的那些工作 你觉得量大吗 你那些同事对你怎么样 像什么 你就很像 像什么呀 老夫妻 就很唠叨你不觉得吗 很啰嗦 问题很多的 嫌我唠叨了现在 不问了 那 你不用担心我的 我现在已经上班了 我是个成熟的大人 已经不是小孩了 成熟的大人 挺好 那 送我们小大人一个礼物 好可爱 是不是很像 是 猪 兔子 这怎么是猪啊 这么大的耳朵 就很像猪啊 好像丧颜 我送你这个呢 我就是想着 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 懵懵懂懂的 每天压力都很大 就会否定自己 所以我希望你 能够不要经历这些 你能够开开心心 顺顺利利的 而且我也知道 你这次留下来实习 是为了 能够多陪我 待一段时间吗 你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 就跟他说 很解压的这个 什么丧颜 跟你哥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 我 眼睛还是能看得到的现在 你看 他拉黑我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让我留在这边 他想让我回家 而且 你有跟他说 我们 我还没跟他说呢 我本来是想着 这次暑假跟你一起回去 告诉他的 当面跟他说也比较好 但是现在 就等国庆放假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回去 我跟你一起回去 还是得诚恳一点 别想那么多 交给我解决就行了 他真的很幼稚 他真的很幼稚 真的很幼稚 刚才我过两天就要给你 买个新娘了 得到 给她记得承讯到 估认真是双蜜的 他在国庆。 下竞了 这些处理一下 小婉 那个报告再烦了 好了 好了 行 饭得不错了 如果哥请你吃饭 好 三者 要不要先吃饭 回来再做 我不去了 好吧 那你加油 嗯 好 喂 要是吃饭了吗 我还没有去 我忙完就去了 你有吃饭吗 我等会儿要开个会 我怕没时间给你打电话 对 那你就忙完了之后再跟我听嘛 好 还没好 你没好打什么电话呀 我 一会儿再跟你打 不好意思 以后上班的时候不要干私事 知道了 成功 端哥 许哥让你赶紧过去 思药姐打了视频电话了 走啊 你先去 走 一起走 雅雯 我先走了 我男朋友过来接我